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个解节奏不是化解冤结吗 但是有些人好像念着念着心里会产生恨 这是什么原因呢 念解节奏 对不对啊 首先呢 念解节奏为什么会产生恨 因为在化解冤结的时候会让你想起了一些过去跟他的冤结 对不对啊 那么一边在化解的时候你会想起 想起的时候当你还没化解之前 你会不会恨呢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我问你 如果小孩子不懂 小孩子发高烧了 已经很痛了 他又不知道 医生要给他打针 知道他皮肤让他更痛 他会不会恨啊 但是过一会儿呢 针打下去 发烧就退了吧 好了 道理是一样的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好了 所以就是还是要继续还是要坚持下去 对啊 很多事情们 很多事情们感觉到一种无奈之后 他才有解脱感呢 对不对啊 你看人犯了错误了 他才会想到我为什么要犯错误 对不对啊 哦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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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哦 呃 因为有一同修 他就是呃 念那个姐姐之后 发觉他和先生之间的冤结 他念完第二波的呃 一万遍之后 呃 差不多念完之后 就开始他这样觉得恨 他先生 呃 悔恨呀 然后他又许愿 呃 他又许愿了一波 一万遍 他就就这样子一直坚持下去是吧 对啊 念到后来就化掉了呀 哦 因为他念了之后 就是发觉 嗯 他先生就对他非常好了 但是他自己就开始 开始就是 对啊 呃 讨厌 啊 哦 明白了吗 呃 知道就好了 哦 明白了 嗯 所以就是要坚持下去 下去 对对对 哦 哦 还有呃 还有呃 有同修跟菩萨说要给先生念心经 呃 就是如果呃他们一直还在婚姻里边的话 他就给他念心经 嗯 帮他帮先生 众佛员 嗯 但是念到后来 他就发现自己脑袋的邪音杂念纷飞 还出现了一位认识的女生的邪音画面 然后同修怀疑是受到先生气场的影响 呃 因为两年前他呃 他脑袋出现了另外一位女生的邪音画面的 呃的情况 然后去年那位女生就跟他就成为了他先生的外遇 嗯 于是同修就不敢再给他念 给他先生念心经了 他自己 这小 这小破传承了 没办法出去度人 嗯 所以他不想因为一棵树我放弃整个森林嘛 然后同修就 嗯 这样子违愿 嗯 没有 再继续给他先生念心经 那他要 怎么跟菩萨说 怎么跟菩萨谈悔啊 他如果不给他先生念心经嘛 他至少有一点 他要出去度人呀 嗯 他不度人不行 他有出去度人 啊 要度人的呀 不度人不行的 明白吗 嗯 嗯 他有出去 他有一支坚持出去度人的 那就可以了 嗯 好吗 哦 那那要念多少遍礼佛啊 这个五十三遍吧 嗯 五十三遍 嗯 好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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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嗯 如果就是夫妻 嗯 缘分尽了 嗯 一方念 一方有学佛 然后另外一方没有学佛 那么在孩子上面 嗯 也要 随缘 就是因为可能 学佛一方 怕孩子跟着 不学佛一方 的话 就没有办法 再继续学佛念经了 但是 其实这个也要随缘 对吗 要随缘的 因为每个人 他有佛缘 他就会 嗯 早点晚点 会跟着佛学佛的 有的时候 并不是某一件事情 啊 嗯 比方说我们小时候 我们还没学佛之前 你又不知道 你有佛缘 你跟着 明明跟着 有个学佛的人 你也不能跟他 成为这个缘分呢 但是你现在 跟师父的缘分成熟了 你就跟师父学佛了吗 对不对啊 嗯 所以缘分 并不是说 指某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缘分还是指 它是一种终极存在的 啊 一种概念性的东西 这种概念的东西 当一旦机缘成熟了 它概念性 它就成为一种事实 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由概念转为事实 好了 哦 嗯 就是说 嗯 如果孩子 他是有这个佛缘的话 其实 早点晚点 嗯 还不懂啊 明白了 啊 早点晚点的 就是现在不跟着你学 他以后大起来 也会 也会学佛的 他就是没有佛缘 你把他拉在身边 他也是你的导弹鬼 听不懂啊 哦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好 感恩师傅 嗯 还有 嗯 说话 说话很冲 然后语气很绝 呃 怎么 怎么 怎么念经改善 好 念心经呀 要有慈悲心呀 嗯 要经常自己 听听自己的声音 你比方说 你说话很冲的人 他自己没感觉的 他出去就得罪人 啊 对对对 啊 他自己没感觉的呀 啊 一个人 比方说 一个人 因为他以人的眼睛 都是看到 看到别人 看不到自己啊 所以当你自己讲话 很厉害的时候 很多人 就听人家讲话 而自己听不到 自己的声音的 所以要学会 听自己的声音啊 啊 你看我们播音员 为什么 他的声音 能控制的好啊 因为我们戴个耳麦 戴着耳机 这个耳机 是听自己的声音的 你可以控制 自己的声音 好坏 轻重 柔 刚柔 相继 一切都是因为 你自己要听到 自己的声音 你才知道 你今天这句话 太重了 太轻了 讲得好不好 所以你去看人家广播电台的 为什么主持人都要戴个耳机啊 是是是 现在知道了吧 那人你怎么 讲出去的话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很多人伤了别人 说我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现在知道吧 人最大的毛病 就是要看到自己 所以跳舞 为什么要快静子啊 就只照着自己 这个动作 好看不好看的 你没有静子 你跳了半天 人家以为你在 在在在 在干什么呢 在发神经的 我讲话听得懂了吗 嗯 听得懂了 好了 你们要会举例子 那就是要 要跟人家讲话 要会举例子 听得懂吗 嗯 嗯 明白 我就喜欢师傅举例子 就明白了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哎 师傅 这个脚后跟同 是什么原因啊 脚后跟同 同是走路太多 啊 走路太多 年上了年纪了 容易裂开 呵呵呵 呵呵 嗯 啊 呵 啊 因为我发觉 去年 我才三 三十多 还不到四十 然后去年 去年就开始 讲不跟同 我也没有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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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要自己要念经,看看是不是有灵性,明白了吗? 师傅,会不会是跟度人有关呢? 备业有关? 不会,你现在几岁了?40岁有没有了? 36 36差不多了,有的人骨头不好的话就会痛,不要想的太多,这个没关系了,明白吗? 好的,那我明白了,那个新生儿的黄胆,我上次听你说,是因为跟那个孩子前世的业障有关,是吧? 对啊 但是我们有一位佛友,他就是刚刚生了孩子,然后他孩子有黄胆,那个指数一直都没有办法下来,是反反复复的,因为通常别人一照那个灯啊,他那个指数就会下来嘛 对啊 不是他那孩子,就不停的反复,不停的反复 那就是带来的业障了,那像这种,像这种一般你记住师傅一句话,一般医疗能够改变的,那就是说明身体和灵性都有些小问题 嗯 但是如果一旦医疗了半天,还下不来的,我告诉你,灵性居多 哦 明白了吗? 啊 是,然后后来这位佛友他许愿了吃全素,然后那个指数就马上下来了 看见了吗?跟你说是跟灵性有关系吧? 对 跟你说了 是 我们不听话 嗯,对对对 好了 嗯嗯,好的好的 嗯,还有,上次有一位,有一位师生问,有一位同修他脸上有一个包,你建议他不要做手术,要念经消除 是不是因为他,因为他这个包是念气功练出来的吗?然后,呃,是不是因为这个气在那里不通过念经消掉的话,哪怕做了手术还会长新的呢? 首先这个事情我记不太清楚,如果像你这样所说的,是事实的话,师傅就是告诉你,因为通过练功出来的气场,它是一种内气,这种内气不容易消掉的 不是说动手术,出来一个包,一个瘤能够消掉的,明白了吗?它是一种化解,啊,你来自于哪里,要化解到哪里,啊,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自己要记住了,如果还能化掉那是最好,实在化不掉再动手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了,这个东西使这个业障,能够把它靠内部自己化掉是最好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的嘴唇里边有一个长了个疙瘩,对不对啊? 嗯 那你说你用什么办法能够把它消掉啊? 你还是靠不停的吃牛黄啊? 吃消炎啊?对不对?吃抗生素啊? 它慢慢就自己消掉了呀? 哦,对 啊,你不靠它自己消掉啊?那你说这个东西长出来搁在嘴巴里边,在两边塞的里边,你说多难受啊?一块东西,那怎么会消掉的啦?他自己,哎,这个肉跑到哪去了?他自己消炎就消掉了,明白了吗? 嗯,嗯,好了,明白了,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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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呃,如果有人刚刚开始修的时候,一念经就出太阳,呃,本来就是阴雨天,就是天气灰蒙蒙的,然后他一念那杯咒就出太阳,呃,那真的是巧合,还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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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原因呢? 两种都有可能,一种是菩萨蒙的佛光普照,还有一种是巧合,两种情况都有,如果你告诉他是,他一念经就佛光普照,那他以后跑到人家,这个,汗捞的地方去,人家那个水淹的地方,他不,都,整天下雨的地方,你叫他去念经,看看能不能把雨停住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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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听得懂吗? 那是,那是,那是,那如果,嗯,明白了,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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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那,那,那,我说,呃,如果是,呃,小孩子,这样子的话,那可以,可以跟他说,就是菩萨保佑他,要鼓励他,继续念经这样,这样德 说菩萨 你一念经 菩萨就来了 所以你看天气马上就好起来了 就好了 鼓励他呀 这也没关系了 这可以的是吧 好的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同修学院 要每天学习白货佛法 但是有一次忘了 马上晚上 马上就梦到父法神提醒了 但是之前有一次 同修就听师父的最新录音 因为太精彩了 里边的内容 对同修来说觉得很实用 然后结果当天就忘记了 去看白货佛法 但是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才想起来 然后那次 他就发觉没有 后法神没有在梦里提示他 那是不是算听那个录音 如果很受益的话 也算学习白货佛法 一样一样 好的 好了 下次再玩 那好了 那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还有感恩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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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感恩师父 再见 哈哈哈哈 喂师父你好 喂师父你好 对不起师父 师父稍等一下 我换下耳机 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祝师父生日快乐 喂师父能听听吗 能听见 讲吧 嗯 感恩师父 那个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师父 对不起师父 嗯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同学问 晚上天黑了 他们可不可以在夜市开桌子 红法 呃最晚到几点 或者就是要太晚 哎呦对不起师父 这个问过了 对不起师父 哈哈哈哈 呃对不起师父 呃 同学问 呃 紧挨着床头上的墙 可以挂表吗 还有佛台柜子外面的侧面 可以挂表吗 师父 挂表干嘛 人家挂钟啊 挂表干嘛 我也不知道 我教里没有钟 只有只能挂表啊 呃 应该是钟吧 我想 哎 哈哈 好了 哦 可以是吧 好 好 感恩师父 师父有同学梦见嘴里 有利黄豆 想把它吐出来 请问师父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不管是什么豆 只要是义务 放在嘴巴里要吐出来 那就是宵夜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下一个问题是 同学家里有小孩 要学葫芦丝 晚上上香的时候 就是就是他在屋里 吹葫芦丝可以吗 还是 还是不要吹呢 师父 嗯 喂师父 晚上 晚上最好不要吹吧 因为葫芦丝也是比较闷的 对 声音比较 比较发音的那种感觉 嗯 感恩师父 嗯 同修 同修睡觉前 问菩萨 呃 他说 我过去做过菩萨吗 然后 当晚就梦见自己额头当中 有一个星星会发光 有点类似包公头上的月牙 只不过是星星的形状 而且是发光的 请问师父 这个梦是菩萨提醒 他是什么呢 他是在天上曾经做过菩萨吗 师父 不是菩萨 做过神 或者仙 啊 啊 做过神 或者仙 嗯 明白 明白了吗 好的 现在更加仙了 啊 啊 仙的呢 味精放了太多了 哈哈哈哈 对不起师父 感觉自己像菩萨了 还问菩萨 菩萨我过去做过吗 菩萨给他看到的 这可能是有一事做过神 哦 明白了 神仙 头上会闪那种光的 就他不是谈成 他是额头上啊 啊 会有一个功能啦 就是这种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同修梦见吃面条 可是面条煮过头了 就是都软了 断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没延寿成功呢 师父 断了就不好呀 哦 软了没关系呀 就是软了 实际上就是他的命根 不是太硬啊 就是说人家命不硬的话 被人家磕嘛 就磕死了呀 哦 有一个女人生出来的时候 人家算命 算他命很长 可以活到八十多岁呢 结果嫁了个男人 这个男的命比他硬啊 整天磕他磕他 磕到最后嘛 这个女人就六十多岁 就走掉了呀 哦 那他需要 哦 哦 对不起师父 那那他需要怎么做呢 需要怎么做嘛 就不停的要念经啊 要念大悲咒啊 加强自己的功力呀 那么男人就磕不了你了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在家庭里磕了 你就是在社会上 你有时工作的时候 这个人磕你 你闷得难受不了 难受 好了 他这他的气场比你硬呀 那你你现在问我 你怎么样能够磕过他 你不要去磕他 你只要好好念大悲咒嘛 他就不能磕你了呀 哦 明白了对不起师父 明白了 明白了 你明白不明白 你明白了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嗯 师父曾经讲过一位高僧 他前世伤过 伤害过一个人 今世他出家 深知因果报应 也深知不了人 超错不了六道 他就主动找那个人 来了缘的故事 师父告诉我们 遇到每一个人 都是有因缘所在 那请问师父 像这位高僧 已经达到无我的境界 深知因果 是不是无我的前 对不起师父 深知因果 是否是无我的前提呢 感恩师父 首先他只是在人间的高僧 他就算他还没有涅槃 还没有超脱 你怎么能说 他达到无我的境界了呢 高僧一定是达到 无我的境界了吗 不一定 好了 这还不懂啊 那师父如果我们 想修到无我的话 是不是必须得 深知因果才能 这个是一个大的前提呢 对啊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这个四相一定要破除 你破不了四相 你最最最大的问题 就是还有我相 所以你把我相破掉了 你这个人就成功了呀 嗯 你说连我都没了 你还 你还有什么着相啊 没做了 不做了 所以很多人要面子脸红 哎呦 批评我了 讲我了 鼓励我了 给我了 我做的多了 啊 他为什么比我好啊 啊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 为什么没有批 没有表扬我呀 你说哪一个字离得开我呢 这个人 你是谁啊 对不起师父 没有出生你是谁 生 出生之后你又是谁啊 对不起师父 虚幻变化的一个我相 人死了之后又是谁啊 好了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 有一个师兄的老公的亲戚的房子 不要卖掉 因为这个亲戚的婆婆去世了 在医院里去世的 没有在家里往生 请问师父 这样的房子能卖吗 属于阴宅吗 感谢师父 去世了 不是在家里死掉的 是不是 对 那比阴宅好很多 但是至少也是死人 他也属于阴宅的 但是这个阴宅就是很 三个月之后就没事了 好的 感谢师父 请师父慈悲解一个梦 同修梦到自己坐在儿子车里的副驾驶位置上 儿子坐在驾驶位置上 看到车内的驾驶和副驾驶中间 上方插着三支点燃的箱 下面横放着一支箱 请师父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感谢师父 这箱在哪里啊 在车上啊 对 在那个驾驶中间 副驾驶中间上方 那没事 说明他这个汽车有菩萨保佑的 没事了 哦 有菩萨保佑 哦 好 不会出事 不会出事 嗯 明白 好的 感谢师父 对不起师父 接下来有个梦境比较长 嗯 女同修梦到 一个修得很好的师兄对他说 我今天代表观心菩萨正式通知你 你无论如何用任何方法都要跟他断掉一切佛有关系 否则根本过不了这个节 如果节过不去你的生命就会有问题 接下来女同修 接下来女同修今天梦考协议没通过 后来梦到观心菩萨说 跟任何人的感情都要平平淡淡不要太好 否则超脱不了六道轮回 后来那位同修梦到观心菩萨说 对不起师父 后来那位同修的很好的同修说 你务必过了此节 否则他会毁了你 到时候你的命都没了 请师父 慈悲开始这个女同修他许然了不结婚 但是有个男同修跟他有感情上的纠葛 之后那个师父也曾经到梦里都提醒过他 无法不再提醒过他 他想针对这个节 他应该就是必须得了却跟那个男同修之间的联系 是吗师父 他耽误他毁掉他的慧命呀 他毁掉他的慧命呀 这很麻烦的 所以这些女孩子过不了情关呢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个师父您能给他开始两句吗 他的根基非常好 根基非常好 不一定代表他就能修得好啊 就能修得上去啊 一个大楼的地基好 并不代表一定能造高楼啊 你想想看你整天在男女之间搞来搞去的话 你说你根基再好根基也坏掉了 对不对啊 对 这个事情你的大楼的根基好 你永远大楼照来照去 照着坍坍坍坍坍坍 到最后根基也会烂掉 所以一个人要要要藏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呢 你自己要知道自己这方面的弱处 你就必须要离啊 你在钱方面过不去远离钱财 你在感情上过不去远离感情 听不懂啊 听得懂 那师父他说念诵多少遍礼佛来忏悔呢 108遍 108遍 小房子要多少张化解冤解呢 师父 36张一般 36张 很恶心 很恶心的 你要告诉他很恶心的事情啊 你要想想看呢 男男女女这样搞来搞去 你问他恶心不恶心啊 像不像动物啊 像 你说他看看 你看看那个人的每个孔里边流出来都是肮脏的东西啊 这这这怎么不恶心的了 你这想一想你就恶心死了 你还还爱得起来啊 师父那他他就是夜里来了 他就这样了 那个就是需要靠平时他就不断的念诵姐姐之后 还有快点缘结的效法 平时要不断的要理解这些 要做不静观 佛佛叫我们做不静观 就是知道人不干净 我问你呀 那人怎么不会跟狗去做这种事情的啦 因为狗很脏听不懂啊 听得懂 那么现在我们人全部降一级 全部变成粗神 羊跟羊 狗跟狗的话 你说狗跟狗脏不脏啦 脏 好了 你说你 你说你能闻得出来 他自己闻得出来不啦 闻不出来 你们没有吃 树的之前 你们吃洋葱大蒜 你们觉得臭不啦 臭师父 现在觉得臭 不 还没吃树的时候觉得臭不啦 臭的师父 你你你这个从小开悟啊 你那时候已经知道臭了 我我从小不喜欢吃肉 还有葱姜蒜也不喜欢吃 那你是根基很好 好了 嗯 答案师父 那个佛台太小摆不下 如果是想自己裁剪太色菩萨像 请问需要怎么和菩萨起求呢 师父 没关系 如理如法 没关系 四个字还在裁剪边上没关系 哦好 他不需要念什么经是吧 不要不要 没关系 嗯好 请问师父 客厅地砖用是黑白相间的材质 这砖是黑白相间的 而这种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师父 不好呀 哦 不好 我问你啊 死人时是不是用黑的或者白的啦 是 好了 这还不懂啊 哦 你要不全部用白的 对不对啊 对 实际上过去人家说做这种伤势的话基本上都是黑的呀 白白的是后来因为现在是末法时期呀 嗯 所以那个白的也可以 你看过去结婚哪有穿白纱裙的啦 全是红的 对不对啊 可以 对 现在他的时间也有变化 天时也有转换 所以现在穿白的啦 人家观念都改变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因为白的还代表一种纯洁 嗯 啊 好了 感恩师父 嗯 误出一个道理和想出一个道理有什么区别呢 师父 误出一个道理那是更深的对这个道理的理解 想出一个道理那是对一个事物表面的理解 好了 对 感恩师父 嗯 师父 姐姐之后是否只能化解缘 但是化解不了分呢 请师父慈悲开始 有的人一辈子有缘无分 有的人有分无缘 都有的 有缘是什么呢 比方说我认识你了 我们有缘 但是呢你不跟我学 那我叫有缘无分 听得懂吗 什么叫有缘无缘呢 今天 突然之间人家带你来学佛了 拜了师父了 好了你又有这个分了 有这么一分子了 你是属于弟子了 但是你又不好好修 那你就跟师父的缘分没了吗 叫有分无缘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 哦 明白了 感恩师父 邻居家着火了 浓烟飘到同修家 把同修家的菩萨像山水画都湿黑了 是否可以擦干净 这样需要念什么经文呢 师父 解节咒 解节咒 需要在吉祥神咒 礼佛三种就可以了 哦 那他是需要把这些菩萨像 还有山水画换掉吗 还是用之前的也可以 能换掉吗 最好 换不掉就用之前的擦干净 好了 哦 好的 感恩师父 嗯 师父就是是否家中的旧佛台 非东方台佛台 就是念完了 稍 哎呦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师父 就是 师父开示过消业障的小房子 是不是指针对那些没激活成灵性的业障才有用呢 师父 是啊 哦 那师父就比如您在看图层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腰上有一圈 有一圈螃蟹 是不是这个就要念小房子了呢 师父 对啊 我看到的不一定他已经激活呀 我过去不是看人家吗 我说两年之后这个人 这个这个肾脏上的一个囊肿就会出来了 结果两年之后 他就告诉我肾脏上囊肿出来了呀 师父您不只是看两年以后 您四年之前 就是说一个同修感情上会出问题 他四年之后他真的发生了 我还能看到更远的呢 我们觉得有时候师父讲的话 每一句话都是很有道理的 可能当时我们不太理解到 过后事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起 哎呀当时师父提醒过我 对呀 昨天你听听昨天的录音 师父把声到他梦里去跟他讲多少次啊 现实打经电话跟他讲多少次啊 叫他要当今 你的老公不行了 寿命没有了 怎么怎么 结果死了 明白了 好 感恩师父 嗯 对不起师父 就是同修晚上做了一个梦 两次一样的梦境 第一次骑着车子 走呀走 突然前面是一条很深 很黑 没酒 见底的大河 没有桥路断了 同修自然跳下车子 人没有事 掉下去 车也掉下去了 同修站在桥边的山崖边 但是感觉是合 同修不知道怎么绕下去的 把摔跑的铃铛捡起来 搬到没摔坏的车子上上岸了 当晚再次入梦 还是这个镜头 期间有其他场景 记不清了 但是同修骑着这个车子 还是突然到了这个断桥边 想刹车来不及 只好把车子丢掉 但是他还是没有事情 请问师父 对不起师父 他又遇到另外一个男士 帮他提起他的车的架子 走得上来 后来就记不清楚了 两个梦境是一样的 第一次是摔坏了车子 第二次也是摔坏了 他一晚做同样的梦境 请师父 他这个是菩萨给的什么提示呢 师父 这一般的一晚做两个 同样的梦境 他是应该有浴室梦的性质 他有几言是吗 师父 对了 明白 但他是是车祸吗 师父 应该是 哦 明白 他需要念诵多少张小房子呢 师父 好好念了 小房子 有着念了 像这种小叫 这么一个大的切的话 108张至少的 108张 行 师父对不起 最后我想问一根我的梦 师父 就是我师父那会儿就帮我解梦 上周同修 慈悲帮我打通 师父问打电话 问我出师 我问菩萨 我那个工作是否错过了 师父解答是错过 因为我自己的不努力 对不起师父 我之后又问菩萨 因为当时我已经投了解离 就觉得心里不太踏实 所以我就问了菩萨 问菩萨是否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之后我就做梦 做梦梦到一口深黄色的棺材 梦里意念里是一位认识的男同修去世了 但是现实生活中他还在世 梦里同修就是我想离开 美国的一位法师就告诉我 说我走了就没法做功德了 同修就又留了下来 同修脱去大衣 发现自己穿的是义工服 请问师父 这个梦是否跟我上香祈求菩萨有关呢 还是那个男同修有结呢 师父 这个男同修如果跟你上辈子有特殊缘分 你要特别当心 在男同修他公 他是我们一个佛友的父亲 当心啊 搞来搞去就是 一些自家人在这辈子 上辈子搞到这辈子 这辈子搞到下辈子 渊渊相报何时了 哦那师父跟这个我祈求这个工作 师父有转机没有 没有关系什么师父 你都看见棺材了你还不知道啊 有一句话叫不见棺材不掉泪 对不起师父 我因为这个我念了礼服 念了挺多 变礼服 你不精进啊 自己现在是靠愿力了 对不起师父 那师父我在求菩萨吧 我在观世音菩萨成道日的时候 我跟菩萨祈求过了 啊 祈求过吗 看看效果怎么样就可以了 没有梦境师父 啊 跟你说了 不努力吗 现在果报就来了呀 努力吗 果报又来了 明白吗 好了 明白了 嗯 那那感恩师父 再见 那师父 我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里 感恩师父 祝师父法体安康 师父再见 感恩师父 好 听众朋友们 那么这个自画自说节目呢 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